這是二十大要閉幕的時候 胡錦濤被請離場的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仔細來看 像這個畫面裡面來說的話 一開始的時候 胡錦濤好像眼鏡被拿走了 然後文件也被拿走了 然後胡錦濤一時很錯愕 他說你要請走我嗎 你看他的表情 我要走嗎 我要走嗎 但是事實上你看 那相關的人一直跟他說 你好像要離開的一個狀況 就一直 然後就你仔細來看 似乎是硬著把他從座位上面 把他往上拉的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隨乎跑到旁邊 耳朵就跟他講 要他要走 他沒有要走的意思 他一副又要回來了 對 沒錯 你可以仔細來看 他其實並不是很想走 因為為什麼 事實上是整個閉幕的 第二次他又有點要回來 整個閉幕大會的這個會場裡面 還沒開始 為什麼我要離開 所以我覺得他當時的表情 其實是有點錯愕的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其實後來好不容易 似乎是很心不甘情願的 被人家架走這個畫面